张女士目前的状况是 左眼小右眼大 看上去很不对称 张女士手机里有数前的照片 照片显示 当时两只眼睛是对称的 而且张女士说 目前幼儿也出问题了 半个多月前 张女士在杭州格兰美 打了水光针 做了超声刀面部 去穿自闻等 应该是药物扩散了 比如说一个点 我们是有的人吧 打完以后 比如疼痛了或麻 或那个烧痒了 他会按摩自己压一压 就可能造成药物扩散开了 那个药物 药物扩散 当时就会出现 我感觉他是他这边打得多了 格兰美医院的微整形美容知情同意书里有这么一条 保妥事也就是肉毒素 注射后 偶尔会发生一过性的面部不适感或肌力减弱现象 引起眼瞼或者眉毛下垂 格兰美分管技术的金院长认为 张女士右眼和右耳的问题应该就是肉毒素的不良反应导致 会自然恢复 这就是对称性是吧 对称性的话 这上面写的两到三周三到十周左右一个月之内 没有超过三个月的 张女士说他在甘肃做服装生意 到杭州来回机票就得1700多 最关键的是这三个月没法见客户 格兰美建议他可以暂时戴上墨镜 我们也在这里跟顾客讲一分 抱歉你也消消气 不要这么急 然后他的一些就是来回的机票什么东西 听我讲 就是说他在这里来回的机票或者说什么东西 那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讲了 就给他一万块钱的补偿 那咱们就按这个方案执行 一万块钱补偿给他 三个月之后如果好了 那么接到欢喜 就相当于咱们给他打了个折优惠 如果不好了 我们到时候再陪他来 好吧 可以 这样可以吗 好吧 188黄金燕记者报道